我先自我介绍 我是台中市国中英语专任辅导员 今天很高兴在这边见到各方的亲朋好友 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手册 因为今天直接是属于学生的 非常敬练 所以请大家把握时间 我们的手册的第一页和第二页 是我们的实施计划 第三页跟第四页是各位的名册 名册里面我先说明一下 这次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所以我们的手册上面 第三页、第四页 我们按照计划就是70个名额 可是很抱歉 有些老师好像没有办法 能够在我们的时间之内报名 所以今天我们还有几位的伙伴在前面 待会可能请你委屈一点 就学生要进来开始上课的时候 就请您站到后面 那在第五页的地方是我们的座位表 所以各位前后左右的老师 您可以互相认识一下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特别是有中央团的伙伴 一起来跟我们参与 那特别感动的是我们有台东的温泉国小的吴校长 远从台东来这边跟我们一起来 好那今天有彭自远方来是我们的荣庆 也是我们台中师的一场很好的开始 那我们首先邀请我们的地主 林大清林校长来为我们支持 不知道有没有教育局的长官在场 还有我顺便介绍几个教授 第一个是乔光科大的林雅登林教授 再来是台中教育大学的江绍昌江教授 再来就是刚刚远从台东温泉国小的吴校长 刚刚吴校长一来就马上把我比下去了 因为他的名片非常的special 我等要考虑一下我要做一下比较不一样的名片 还有在就是今天特别从中央堂赶下来的各位辅导员 还有我们的教育局的辅导员 还有今天在座参加这个演习的各位老师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今天本校非常荣幸能够承办这个示范教学的演习 在这边代表学校来欢迎各位老师丽林 那我就顺便介绍一下在场本校的几位行政同仁 第一位是我们的教育主任赖主任 第二位是我们今天的最佳男主角 我们的教学组长 大家觉得他像不像吴若犬 待会如果他在示范教学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害伤他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注册组长赖主长 那待会的演习如果各位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地方 就找我们这几位行政同仁就可以了 那最后再一次欢迎各位也预祝今天的演习能够顺利成功 谢谢 好那我这边再补充介绍一下 那我们中央团的六位辅导员 好那请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手册 我想在作为英语教学界的伙伴先进 在很多次的不同的场合里面 我们都会聆听到我们这些辅导员很重要的一些发展建议以及著作 好那请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手册的第三页 好这样的名字我们只要能够记得老将来我们有很多的合作机会 来按照手册的第三页 第一位是我们中央团现任组长来 卢秉仁卢组长 好是我们本市的惠伦国小 宁云老师 好第二位桃园清晰国中徐秀敏徐老师 好三位我们基隆市五轮国中庄慧如老师 好新北市新庄国中曾碧娜老师 台北市万芳国小卢真颖卢老师 好还有位舒淑英老师还在路上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充分把握 那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的程序 请各位看一下我们实施计划 前面有一张大张的表 我们的活动程序表 好我们预定到1点50分的时候 是教学前的会谈 那今天要请各位帮忙拜托的是 今天的主角是我们的学生 所以我们的时间是控制非常非常的紧 那我们在1点50分的时候 我们会停5分钟的时间 方便各位老师到化妆室 那环境我先做简单介绍 好各位出去之后 右前方走廊地方就有盐水机 然后往前直走那边会有男女生化妆室 如果数量不足的话 楼下三楼也有 给1点5分钟的时间 那请大家把握 接下来10分钟是学生进场的时间 所以请各位5分钟时间务必入座 好那如果万一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的话 待会学生在上课期中 请大家不要进退场 如果遇到紧急的事情的话 学生从这边出场 老师从后门出场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 然后再者 学生开始上课的时间 总共按照国中的标准时间45分钟教学演示 演示完毕之后就是我们的教学会谈 这个教学会谈 我们有关相关的教学过程当中 引用的一些理论以及技术 那都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讨论 那今天我们也有两位远从台北来的 我们的赞助厂商会过来 所以有关专业资讯的部分 他们会提供各位建议 好 那其他的相关议题 我们在教学后会谈再想要谈 最后我们一个综合研讨 请问有关今天的程序 大家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把接下来最宝贵的时间 交给我们今天最终的男主角 来 彭昌辉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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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好,各位老师,大家好 不知道这个音量,以往后面的老师们听得见吗? OK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比iPad还要难用 好,首先今天欢迎大家来参加 也就是国中英语辅导校 就所办的辅导员示范教学 那我是台东市国中英语辅导团的辅导员 是复课国中男人教学组工作 我的名字叫洪昌辉 那现在也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流程 其中央分成四部分 给教学前会谈、给教学演示、教学后会谈及综合研讨 那其实教学前会谈就是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是大概今天学生的状况 跟我们一般平常我在教室上课的状况 因为平常我不是在这边上课 所以其实我以前去参加那种教学演示 都会觉得说 那都是假的吧 那都是演出来的 不过今天 没错 就是有些地方 当然是经过安排 比如说今天这个场合就是经过安排 因为我们今天人数太多了 所以没有办法让各位实际在教室 就是观看我上课的状况 也就是有一些 关于学生跟教室的部分 我就利用教学前会谈这个时间 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关于我今天的学生 因为我有新政工作 其实我只有教一个班 对就是这个班 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那我先看 学生总共有36加1 所谓36加1 就是平常是36位学生 加1 那个1他是资源班的学生 他平常在上博文跟英文课的时候 是抽零的 所以他不是在 不是在我的教室上英文课 但今天因为 他会为了安排这个 示范教学的关系 所以他今天也会在我们的教学现场 那这些学生都是国三的学生 也就是要考计策的学生 所以其实 我胆子还蛮大的 拿计策的学生来做示范教训 好 那关于我们平常上课的教室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们 我们福科国中一般教室里面会有的设备 其实我们在每间教室都会有 都备有投影机 班级电脑 无线网络 黑板跟电子白板 那这是我们每间教室的基本配备 那如果各位老师 所以我如果要把那个iPad 这个东西导进我们教室的话 其实我的工作很比较 相对之下比较来的简单 尤其基本的都有了 我只需要想办法 把我iPad上面的东西 能够投影到我的班级电脑上面 那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班级电脑已经连接到投影机了 所以我只要克服这一方面的问题的话 觉得上其实就已经可以达 就可以达成初步利用iPad 来在教室上课的部分 那要达成这个目的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一个无线网络环境 就像我现在的状况 就是各位看到就是 螢幕上所看到的 就是我iPad上面所看到的 那藉由什么东西 就是藉由无线网络环境 所以各位如果 之后回去学校 要把iPad引进到教室里面的教学的话 首先要克服的困难就是无线网络环境 因为我知道现在大部分学校 都有交易局的那个无线网络 但可能每间教室的讯号长度 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其实你可以跟 你们学校的资讯组 稍微商量一下 那有了无线网络环境之后 一切就好办了 那你只需要在那个班级电脑上面 安装一个软体叫L Server 有了无线网络 安装好L Server之后 其实就可以把你的iPad 给带进你的教室 进行你的课堂教训了 这是我们一般的校课环境 那其实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等一下可以利用 比如说那个小朋友 我们1点55分下课 所以中间会有重叠的时间 各位可以到 就是我们的右前方那边有几间教室 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教室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那关于学习的部分 其实这个班级我不是从国一带到国三 我是去年9月份才接这个班级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当我的学生 也才7个月左右 所以就是在这7个月当中 慢慢建立那一种革命情感 那我一般上课的方式 我们班下我会把它分成6组 以便根据课程的需要设计 来做一些分组或是合作的学习 那今天的状况可能会比较特别 我有跟小朋友跟那些学生们讲过 如果今天等一下教学演示的时间允许的话 我就跟他们讲过 其实我们今天来了很多很多的转学生 他们都想转进三年失败 所以各位老师们就麻烦 我就把你们分成第七组跟第八组 等一下上教学演示的时候 也希望各位可以的话 可以参与一下我的课堂活动 跟学生们彼此做个竞赛好了 OK 其实一般是六组 那我们学校使用的教材是何嘉仁 虽然他已经没有在做教科书了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学校 也是用何嘉仁版本的老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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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我们用的是何嘉仁的版本 那 关于iPad应用在教学的经验 也才五个月半年不到 大概是从去年十月份左右 十一月了 十月十一月我才开始把iPad给带进教室里面 那这个中间的那个过程啊 那个辛酸我会留到那个教学后会谈 再跟大家来做分享 好 那关于今天的演示 那相信各位的手册上面 应该都有一份简案 其实很久 已经很久没有写教案了 通过教室真实之后 应该就好像已经没有再写教案了 所以为了这次的演习 好不容易要去回想一下 一件老师教我说教案该怎么写 所以这一份 关于这一堂课 有大概写了一份很简单的教案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今天要上课的单元是 国中英文第六册 第三课 How special they are 那就是 也是我们现在 也就是 我就按照我的教学进度在安排 那时间是45分钟 那其实在这一课 我先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课的内容 这一课总共有三个句子要学 分别 第一个是tutu 另外一个是enough to 那第三个就是今天 等一下我要教的感叹句的部分 那tutu跟enough to 已经上完了 所以等一下我就 利用等一下教学演示的时间 去直接教小朋友们感叹句的用法 那当然就是交换设计 一定要配合教育部的能力指标啊 所以就伸出了这几个能力指标 各位老师可以参考一下 那等一下的教学流程呢 可能会跟我尽量按照我所写的教案来写 那有时候如果有一些苦发状况的话 还请各位老师们多多包涵 那其实大概我教学前会谈 就大概进行到这边啦 以及我们要讲很多 我想其实想先看看各位老师们有没有问题 没关系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等一下我可以利用比如说教学后会谈 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分享等等 好 等一下小朋友是1点55分下课 所以我应该现在啦 现在应该就可以先让大家休息一下 要上厕所可以趕快去上厕所 不要跟小朋友有重叠到 那请各位 2点 就是大概2点左右 我们提早5分钟好了 因为小朋友2点5分会进来 那请各位大概2点 2点前可以回到这个座位 座位来 然后就进行下一阶段的那个 教学演示的工作 好 那先谢谢大家